雲林縣的議長居然當綠能蟑螂 他就跟風電廠商所會 所要2000多萬元 這綠能蟑螂真的非常非常的囂張 據說今天民眾黨的立委爆料 好像連台鹽國營事業下面的綠能企業 有巴巴槍的關心人在裡面 賴清德不是要來撇開黑青嗎 可是這個黑金一直連環爆 2024怎麼選呢 重點就在台南 觀眾朋友綠能給大家感覺是什麼 它就是recycle 它可以是乾淨 而且可以循環 帶來台灣 很健康 很正向 但是從2006年蔡英文總統 她把綠能發展到20%的時候 現在導播給大家看 這是台南雪甲跟北門的現況 通通都是太陽能板 它已經多到影響當地的農漁民了 為什麼 因為農地沒有辦法 直接變成是放了爐渣以後 放太陽能板 連這個漁溫也一樣 漁電共生下面雨期已經死光了 所以你看到在發電的同時 它第一個破壞生態 第二個破壞了政治圈的生態 過去台南 辅沉 現在變成是貪腐的辅 好爽 已經過了都吵了 為什麼觀眾朋友先講郭再欣 這個圖相對複雜 我現在簡單方式告訴你 來觀眾朋友你看這個 這個人叫郭再欣 八十八槍案的一個當事人 他還被收押 後來最近才交保對不對 那郭再欣他過去當民進黨的中指委 他在地方擁有非常堅強的實力 他還站上黃偉哲的競選 這個舞台上面 當這個一開始說是總幹事後來講說 沒有 我自己也沒辦法 但吃飯的畫面 那麼唐長跟邱莉莉和黃偉哲一起出席 那郭再欣現在變成是一個局的對象 好 那郭再欣他現在已經不當中指委了 可是郭再欣他在地方上朋友很多 郭再欣有個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蔡清旭 蔡清旭是陳陽光店的董事長 可是他也是台延綠能的董事 觀眾朋友 一個國營事業也就是台延綠能 台延綠能它是台延所投資的子公司 台延是國營事業的吧 國營事業成立子公司 也是一樣是國營的吧 那你國營事業為什麼當中 會拿一個民間企業的蔡清旭先生 他是陳陽光店的董事長 請他來當國營事業的董事呢 而且在裡面 對 而且在裡面他還能夠有影響力 那關鍵是什麼 當經濟部當時看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現在就是跟大家講 是反對的 怎麼可以拿呢 我們有提出意義啊 經濟部是反對 但為什麼後來他還是可以當董事呢 因為台延的董事長陳曲玉他贊成 所以陳曲玉他基本上的關係 他為什麼會同意這個案子 你今天要倒回推了 我們先講第一步驟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案子 那第二個 陳婉惠他最近拿到很多資料 之前陳宗燕 小芸有空嗎 也是他 也是他爆料的 所以觀眾朋友很簡單 我現在拉回政治 然後再講到這個地方的 這些俯仇不堪的事情 顯然現在有人在對台南在清創 以前不敢說就這樣都敢說 而且不是我自己講 我丟給立委講 我丟給陳焦華 時代力量陳焦華 我丟給陳婉惠 民眾好成為 然後他們會把我們這些資料 給講出來 觀眾朋友你看到 台延基本上有沒有 就是這個剛剛講的 陳陽光店的董事長蔡新旭 他到台延綠能去 他在台延 台延是持股66%的 陳陽光店持股6.81% 對 他對於他有6.81%的持股 在這個台延綠能的部分 綠能當中 那你今天一個國家企業 因為配合政府的政策 台延要發展台延綠能 你怎麼會讓民間企業的人 介入呢 對不對 那你介入也沒關係 介入之後後續的標案有問題了 在那個明君你看一下 2020年的時候 台延綠能是不是承包了 台泥也一樣 也是國家的 這個加千綠能加益的竹魚店共生 我剛剛講 你這個漁溫要做在太陽能板 你需要有人施工對不對 這個工你要工程包出去對不對 要不然就錢喔 14.7億元 那這個工程你再轉給誰 轉給這個土木工程公司 去包3.08億 什麼公司呢 就是蔡新旭的公司 所以等於就是包來包去 還是給自己人 借自己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問題這是國家的錢 你今天台延投資 台延綠能 台延綠能再去讓一個民間企業的人 占他董事以後 由他來做影響力 然後把八包工程最後包到後來 又是他的公司 就內神託外鬼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看包含了這個 陳婉惠所提出 還有陳家瑪他也講 那你這個工程不法的 這個不合法的轉包這個過程 難道我們的政府 都沒有人知道嗎 那現在倒回退來 第一個 陳啟鈺 你為什麼同意蔡新旭 可以當這個台南官電院的董事 第二個 現在的副總統還是賴清德 黨主席就是賴清德 總統參選人也是賴清德 而且地點觀眾朋友就是台南 雖然說現在看起來 如果我們講政治的話 國民黨還在亂 賴清德他是領先的 可是領先你慢慢選擇溫雅 當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 說實在的 上禮拜我們也沒聽過台南綠能 可是陳忠祐的事情 在更早直線也沒人聽過 所以很簡單明明 就我剛剛跟你講答案 雖然賴清德定於一尊 可是地方的這一些 俯臭不堪的事情 在過去的幾年 從來沒有人敢講 不說實在 謝榮介要選 連我都覺得不會贏 可是他逼得很近 只有剩4萬多票的時候 民眾嗅到一個訊息說 或許2024 可以趁這一次的選舉機會 而且還要選立委 要選立就會有競爭 要競爭的話 這些資料全部都跑出來 所以包含了郭再清 跟蔡清旭的關係 蔡清旭為什麼支持他 去當台銀綠能的董事 這個部分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查清楚 而賴清德身為黨主席 跟總統參選人 如果他的故鄉台南 還是由府城 變成這個府城的話 當然會傷到賴清德 好 維安哥說現在台南 有人在故意清創 把一些過去黑金的內幕挖出來 是不是見指賴清德 大家不知道 但是就看賴清德後續 處理黑金的智慧 不過另外一塊 看到跟這個很多農民相關的是 最近是鳳梨私家的生產 這個產季 我們最後公司也蠻多在 團購鳳梨私家 就是因為說賣不太出去 但我們知道過去鳳梨私家 是出口到中國大陸大洲 因為這兩年 因為沒有辦法出口關係 也造成產銷大失痕 不過最近有好消息說 中國大陸願意讓我們 在賣鳳梨私家過去 但是卡關卻卡在中央 為什麼要卡這個關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世家這個我真好懂 為什麼 明君因為我在台東當兵 我是台東自行經濟的兵 所以我知道 現在導播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我一看就知道 它就叫鳳梨私家 它是改兩種的鳳梨私家 它不是用剝的 它用刀切 切開以後它的保存 它的吃起來有點像鳳梨 有點像蘋果 好 就是這個叫鳳梨私家 對不對 導播給大家看的畫面 可是我跟大家說 鳳梨私家台灣人 基本上沒吃 太甜 它太甜 而且基本上 它就是銷到中國大陸了 這一張農委會的圖 其實大家看一下 導播我們拍這個圖 就知道了 這個黃色的點 代表你賣多少 我們把它放大進去 你看到世界各國 你看埃及也有 科威特也有 還有馬來西亞 都是小找一點 但是中國就賣這麼大 幾乎都九成賣到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出口就是賣中國 所以當中國大陸 它因為我們有介殼蟲之後 它不再來接受台灣的私家過去 就是鳳梨私家 去的時候 我們這個鳳梨私家 基本上 大概兩年前我就已經講了 鳳梨私家 現在只能做一件事情 其實要嘛就找到替代市場 可是替代市場不夠 要嘛就趕快轉座 不是 未來替代公轉座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買了 觀眾朋友 因為這兩年的關係 我們的鳳梨私家賣不出去 我先來看這邊 老婆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台灣私家的 兩大外銷市場 香港跟中國 香港只是買這麼少 中國大陸買這麼多 有沒有 它一年可以買到多少 它一年可以買到25000公噸 而且這樣子的整個產值 是到10億元 所以賣中國大陸 是個大市場對不對 好 你把中國大陸市場取消之後 好 大家講說 那我們可以賣日本 是啊 過去你也看到日本 很多人會說 我們日本也賣得不錯 日本在中國大陸 不買我們鳳梨私家 還有市家的第一年的時候 有跑去做推展會 我還要去看那個推展會 你知道明君它怎麼賣嗎 它用大木市家 是另外一種 大木市家 其他其他 對 它把它冰了以後 有點像是冰沙的感覺去吃 結果我們用數據來講 你就不會騙人嘛 賣市家到日本去年多少 你知道嗎 31公噸 但你說31公噸多少 跟在台灣目前公噸差好多 對 好 那交往中國大陸是多少 以1.4萬公噸 跟31公噸 這是能比嗎 所以其實基本上 大陸不買的話 日本是沒有辦法吃的 第二個 那你現在怎麼辦 就要想辦法把大陸市場 再給它打開 你借口衝 你把它做薰真 現在台灣先做完 它肯定就接受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農委會去談了 可是農委會 現在目前民進黨政府 跟大陸沒有管道對不對 來 我告訴你 以前現在的國民黨秘書 叫黃建廷 他是用自己的方式 國民黨的管道 所謂國民黨的藍巴縣市 那這是2014年的時候 那現在台東的副縣長 也想要去 他也想要帶隊去 代表台東的世家農民 去跟大陸談 好 那你要去談 你總得也去 你連台灣都離不開 你都進不去 我們相關的單位 根本沒有發出 他去大陸的核准計畫 卡在那邊 最後一秒鐘才通知核准 人家就說 台東農民就傻眼 說我已經這樣苦撐兩年了 好不容易地方的縣政府 想要派團去跟大陸談 我們可不可以再賣過去 但是你又把它卡在那邊 還是政治的問題 所以我就講了 其實因為這個農產品 大家講說 那大幕為什麼不賣去日本呢 我跟大家講 飲食習慣的關係 還有運送的關係 大幕市家 你把它弄五到七天 它整個就散掉了 所以只能賣鳳梨市家 放不久了 台灣自己不習慣吃鳳梨市家 所以原本就是鎖定 是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當中國大陸市場 沒有了情況之下的時候 很簡單 台灣的市家農 不管你種是大幕 還是種鳳梨市家 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還好我不是賣世家的 要賣世家的這兩年 真的是苦不堪言